大家好,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在週三的凌晨,一個杯半準決賽拉開聚網 聖寶利將會主場營道斯多夫 M直播到時將會有本場賽事的現場直播 聖寶利更放禁勝一籌 而且他們近三次主營道斯多夫未常罷職之餘 後防困能夠保持清失白之區 體號主隊今將能順利贏球 聖寶利今季可謂紅到發指 他們對上一次聯賽輸球環要追溯到去年4月22日 3比4不敵漢堡球隊今季十九輪聯賽過後 十勝九和未常敗職 以39分領跑職分榜 成為今季直接升班之大熱 至於德國杯方面 從第一圈開始戰起的聖寶利表現不俗 先後擊敗代爾門霍斯特 史號克林4以及賀寶實入到半準決賽 其中90分鐘內球隊崑長能夠貢獻3.33球 進攻方面表現相當突出 今季每當談到聖寶利 就肯定要提及馬數夏迪爾 他今季整體表現十分出色 各項措施為聖寶利出戰22場 能夠交出14球以及10次的助攻數據 其中德國杯方面就有3球和2個助攻 這兩項數據昆維對內最佳 相信金將在他的帶領下聖寶利能夠主場推敵 杜斯多夫近方就未有聖寶利出色 連同熱身賽在內 球隊最近三場各項賽事僅僅兩王一虎 其中後防方面每場都失兩球 且半場坑是落後的一方 聯賽方面 杜斯多夫19輪僅積31分 與聖寶利之間存在8分的差距 雖然基斯圖斯佐利斯和魂美積領銜的攻擊線 德月昆長能夠交出2.11球 但他們後防表現平平僅為1.32球 防守方面表現有待提高 金戒得個杯 杜斯多夫同樣由第一圈戰起 不過球隊進攻方面的表現就未有聖寶利出色 頭三圈常坤時間內僅攻入8球 甚至在第二圈被低組別球隊 安達客製迫入加時賽賽 洩險過關 考慮到雙方最近一次夾手 杜斯多夫主場作戰都不敵勝寶利 今次作客確實勝算渺亡 多謝收聽 記得like和share我們的影片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